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光荏苒 默然回首时 海南华侨栏目已走过五载春秋 五载在历史的长河中难寻踪迹 五载在人生的历程里稍纵济世 然而对海南华侨栏目来说这是肘肘满志愤发图强的五载 这是披心带跃 智风沐雨的五载 这是尽心竭力 朔果雷雷的五载 海南是我国三大传统桥乡之一 海南华侨华人遍布世界各地 其中以东南亚国家为主要聚居地 他们在异国的土地上拼金斩棘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巨大的台湖 他们保留着永不褪色的家国情怀 用奉献说些无数感人的故事 2016年10月 海口市桥连与海口广播电视台经过多方酝酿 共同推出海南华侨栏目 栏目以海南华侨华人为对象 上述百年历史关注几代人的走向 从情感生活事业等各方面 展示他们的悲欢离合和家国情怀 节目播出后引起了桥界的极大关注 海南华侨华人重温了下南洋的百年历史 和异国他乡碧露蓝旅的创业历程 海南是全国著名的桥乡 在海外有390万桥包 同时呢在海南家乡有11万的硅桥 以及超过100万的桥卷 海南华侨栏目扮演了一个非常好的 桥梁的这样的纽带作用 把家乡和海外的桥包连接在一起 海南华侨栏目发展至今 开辟了人物专访 乔迅直通江东等几个相对成熟的板块 开展了自贸港乔乡行 乔启之路 乔宅 一带一路 走进乔乡等系列采访活动 极大的丰富了栏目的内容 形成了既是历史故事过去式 又是时代动态进行时的栏目特色 从开拨第一起起 栏目组就先后到泰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华侨华人的聚居地进行海访 以人物专访 系列报道等形式 充分展现了海南华侨华人的创作进程和寻尊故事 在泰国华侨华人系列专访中 文昌级华侨 泰国海南会馆永远名誉理事长陈修炳先生 富有传奇色彩的创业故事 被选为首期节目 这位曾荣获太皇御赐一等皇冠大勋章的海南级桥林 从木材工业起步 扩展到养殖业 房地产 酒店业和百货业等诸多领域 将陈氏家族发展成泰国首都以外最大的家族企业集团 随后 一些海外桥林优秀华侨华人的故事 跃然迎平 泰国著名的塑料大王 穷籍华人陈文秋 泰国国会前主席 旅居泰国穷籍第三代后人乌太平之春 微笑使者 新加坡海南会馆会长潘家海 家喻户晓的文化使者 新加坡穷籍第二代华人韩劳达 新加坡美名远播的 黎记海南鸡饭传承人黎才忠 传承海南乡音文化的杰出代表 马来西亚海南联合会总会长林秋雅 马来西亚文学界与政界的领军人物 马来西亚穷籍华侨翁翁 马来西亚前东领集团主席陈群川 日本海南商务会长胡明朝等 他们的创业故事和家国情怀 使电视机前的观众深受感动 海南华侨在联系海外乡亲 宣传海外乡亲对祖国和家乡做贡献这方面 做出了很多工作让我们整个桥界 还有我们整个海南各界 甚至我们全国各地都能能够分享我们这些故事 达到一个我们宣传我们桥界 宣传我们海南的目的 总的来说我们通过这五年来的工作 海南花桥在这个桥界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 在国家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 从2017年到2019年 海南华侨栏目组测度远复南洋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实地采访 南洋温润的海风 华侨华人能力的香情 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豪情 使采访获得圆满成功 开播五年来 设置组已经走访了泰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 缅甸 老挝 印度尼西亚 文莱 柬埔寨 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 采访穷极华侨华人一百多人 播出节目250多期 深受桥界和各方媒体的关注和支持 中央电视台 中国桥网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全景中国 柬埔寨 PNN电视台和马来西亚天鱼电视台等 长期关注海南华侨栏目 其中中央四台 华人世界栏目 多次选用海南华侨的采访四台 播出四十期人物故事 使群集华侨华人的精彩故事 有了更为广阔的传播空间 海南华侨栏目 将我们海外重建 华人华侨 与海南家乡之间 踏起了一个 互相了解 沟通的一个 桥梁 那对于我们沿线的国家以及地区在经济 政治文化教育的交流与合作方面 同时对我们海南省自由贸易港的建设都做了大量的宣传 海外华人华侨能够在这些方面互相沟通了解 当我们对海南家乡的建设有信心 崭新的时代 古老的乡愁 依然流淌在穷猪而入温暖的血液中 这不变的情怀 就是我们海南华侨栏目永恒的话题 更是我们与海外沟通的桥梁 海南华侨栏目组在台领岛和市桥梁部署下 积极参与和报道海外桥界支援家乡的活动 栏目组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抗疫最新战况 做好捐赠物资的交集宣传工作 另一方面利用海外资源联系海外侨胞 筹集物资款项支援海南 期间共发布相关稿件47篇 为了进入海内外桥界共同抗疫的改人事迹 在延续的疫情期间 栏目组克服种种困难 历时一个多月连线海外侨胞深入黎村苗寨 拍摄制作了侨界万兴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和共担危难情愫英雄 海南侨界抗击新冠肺炎防疫计时的电视专题片 片子记录了海南侨界发挥职能担当 团结穷极广大侨胞和龟桥桥卷 与各社侨部门共同努力 与全省人民同心抗疫的全过程 节目播出后 不仅为抗击疫情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还引起了海内外桥界的强烈反响 进一步激发了华侨华人崇高的家国情怀 传播中国声音 讲好中国故事 这是海南华侨栏目的使命与担当 古年来 海南华侨栏目逐渐发展为比较成熟的品牌 这其中导含了各级桥连部门和海口电视人 对华侨文化的一腔热忱 海南华侨这个栏目办的 还有特点 为宣传桥界 现季世纪 传播桥界文化和中华文化 发挥了很大作用 感谢栏目 感谢电视台 也希望能够以后发挥更大的作用 按照总数学的要求 能够凝聚 桥型桥立桥治 为海南的发展 做出更大的东西 天道酬勤 海南华侨栏目组的心情付出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誉 截至目前 海南华侨栏目获得了第24届中国纪录片好栏目奖 节目三代人的相酬 在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举办的2016年度中国城市台电视社教节目创优评期中获得专题类节目三等奖 在海南省广播电视协会举办的2016年度海南省广播电视节目评音活动中获得电视社教类专题二等奖 此外还有文莱河畔湘英农获得第29届海南新闻奖三等奖 风雨鼎立献海红获获第三十届海南新闻奖三等奖 契商丛莲一届娇子在2019年度海南省广播电视优秀节目评析中荣获电视新闻类二等奖 以及舞台人生荣获海南低微文昌优秀奖 今年是海南华侨栏目开播五周年 为了表示对栏目组的鼓励和支持 海南新龙老龟桥海口南桥激公眷属 以及海南桥界共同出力 在美丽的万宁新龙太阳河更衣广场搭起舞台 举行庆祝活动 海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省桥办主任陈建娇充分肯定了此次活动的目的和意义 海南华侨栏目办得非常有特色 是全国地方台当中第一个以华侨为品牌的电视栏目 我非常希望啊 我们海南华侨栏目能够得到更多社会各界 对华侨文化 对海南的桥乡文化关心的朋友 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共同把我们这个海南的华侨栏目呢 做墙 做精 做优 我希望呢在自贸港建设的大潮当中啊 海南华侨栏目呢 还能够围绕这个自贸港建设的中心任务 把海南的政策向海外的侨胞宣传 海口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 台长陈基柳表示 海南华侨栏目开播五年来 积极发挥自身优势 为海内外穷极侨胞搭建沟通的桥梁 为传播海南华侨文化做出了贡献 他希望海南华侨栏目再接再厉 广泛团结联络海内外穷极侨胞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天砖佳瓦 南华机工眷属代表罗长英 和兴隆龟桥代表蓝日星 分别向大家分享了他们与海南华侨栏目的友谊故事 海南华侨他们做出的节目很优秀 我在海外很多亲友 有印尼的加拿大的美国的 他们都很关注我们国家整个形势的发展 更关注从海外回来 归桥的生存状态 因此他们很注意收看 因为他们很多故事 也讲到我们是新龙的 新龙归桥的故事 自从建厂七十年以来 很多媒体来新龙采访过 但是真正和我们接下渗透有情的 唯有海南华侨栏目 海南华侨自2017年走进新龙 拍摄《美丽桥香行》第一站起 就与新龙的老龟桥们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五年来 在龟桥们的支持下 栏目组在新龙市里拍摄基地 挖掘出许多宝贵的历史故事 为传播新龙归桥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如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顺利开启 蓬勃展开 有着许多发展机遇 在今年海南首届萧博会上 海南省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胡彩香表示 海南华侨栏目作为面向海外的宣传平台 要积极向海外宣传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相关情况 为海外乔资企业树立信心 引回乔立乔资和乔企 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共享海南改革开放的红利 未来 海南华侨栏目将继续坚守初心 比例前行 传递乔界声音 讲述乔界故事 给国内外华侨华人 搭建多元化的交流平台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 贡献力量 9月19日至20日 由省委统战部指导 海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 海南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办 海南爱乐女子合唱团承办的 共筑中国梦主题活动走进桥乡 以中秋综艺晚会形式 与琼海市博鳌镇沙美村 和文昌市文教镇裴隆村的相亲 一道喜迎中秋佳节 主题活动在一曲欢快热烈的开场舞 幸福中国一起走中拉开帷幕 舞蹈晚乐表演唱 久久不见久久见 穷剧选段 常乐功 合唱华侨梦等节目 深情诠释了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产娟的中秋团圆的永恒主题 男女生二重唱中国几两等节目 欧歌党的光辉业绩 祝福党的百年华诞 最后活动在全场大合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嘹亮歌声中结束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 此次主题活动立足深化党史学习教育 把为群众办实事下沉到基层 同时充分发挥桥乡桥梁扭带作用 向海内外传递了中国梦 使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梦的美好奇缘 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本次活动得到群海市委统战部 文昌市委统战部的大力协助 海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专职秘书长 海南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专职副会长王美珍 海南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理事 海南爱乐女子和尚团团团长秦曾仪出席活动 省黄埔军校同学会部分机关干部 熊海市沙美村委会 文昌市培龙村委会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 村委会干部和附近群众近千人参加了活动 9月24日下午 熊山区乔联在熊山区府城镇鼓楼社区 举行鼓楼乔包之家接牌仪式 海南省乔联副主席 海口市乔联党组书记主席陈文培 熊山区区委常委统战部长杜梅英 海口市乔联党组成员三级调研员韩发定 海口市乔联常委陈明雄应邀出席接牌仪式 并为鼓楼乔包之家接牌 接牌仪式由区乔联党组书记 主席农敬朝主持 接牌仪式上熊山区乔联还向鼓楼社区 赠送一批乔法书籍 海口市乔联领导 区委领导 其府城接到工委领导 还对三名困难硅桥桥卷进行慰问 之所以把乔包之家 建立在社区这个层面 是要在基层党 建的党支部的基础上 然后以党建带乔建 乔包处党建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模式 让我们引导我们辖区的乔包 让他们感觉到一个桥的温暖 进一步引导乔界群众听党话 敢党恩跟党走 然后我们也会以这个乔包之家为基础 为阵地 然后以乔为本 为乔服务 据了解 这是穷山区继鸿鸿鸣二十队李宅 乔包之家后的第二家乔包之家 也是主城区的第一家乔包之家 府城镇历史悠久 是海口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核心区 文化底蕴深厚 海外乔包多 归乔桥卷集中 长期以来 广大乔界人士新济家乡 支持家乡建设 为海口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做出突出贡献 古楼乔包之家的设立 将解决 府城地区的归桥桥卷 海外乔包长期没有固定学习交流 联谊活动场所的问题 为广大乔包之间交流学习 开展活动 增进友谊 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 充分发挥广大归桥桥卷 海内外联系广泛的优势 进一步凝聚乔新乔治乔力 主动服务海口市发展大局 和海南自贸港建设 为加快海南自贸港建设 做出积极贡献 海口市桥连秘书长 宣传经济联络部部长 一级主任科源陈德壮 美兰区桥连党组书记 翁玉和 府城街道工委副书记杜佳良 穷山区桥连部分常委委员 和部分桂桥桥卷代表 以及穷山区桥连 古楼社区工作人员 共35人参加接派仪式活动 聚焦大洋两岸 回望百年风云 在风清云淡的讲述中 有历史久远的回音 血浓于水的亲情 天涯就在咫尺 祝梦一带一路愿景 呼写繁荣和谐的时代音符 海南华侨五周年 邀您共同见证 玉米人的第一黄金主食 小麦 世界人口的主要食物 黄豆 蛋白质含量之魁首 华生 人体必须的氨基酸主食 大米 大米 补充营养素的基础食物 书籍 全世界人类的营养品 这颗粮食 这颗粮食不能缺 知识 人的精神食粮 你好 要一个蜜汁叉烧 清真绘画鱼 再帮我点一个百蟹精 好的 谢谢了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 要不然先这样 一会不够了我们再点 那好 我们先点这些 一会不够我们再讲 好的 那好 我们先点这些 一会不够我们再讲 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刃